偏僻的盘升公路 一辆轿车惊陷沟底 当时车子是掉在这个沟里面 神迹安全带没有外伤 驾驶人却一起死吧 后来经过医生的确诊 驾驶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看似简单的案情 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相约自杀之谜 2017年10月14日早上8点 浙江省离水市晋云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 据报警人称 在通往湖镇的盘山公路上 一辆轿车翻到在山沟里 车辆损坏 车上人员生死不明 接警后 晋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湖镇中队民警迅速赶赴事故现场 事故地点位于盘山公路的一个拐弯处 一辆灰色泥丧轿车驶出公路 坠落在距离路面5米左右的山沟里 当时车子是掉在这个沟里面 车头是朝着海洞的方向 车尾是往外面方向 民警到达现场时 救护车和消防车已经掀起赶到 据急救中心的医生介绍 车里面只有一人 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 这名男子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后来经过医生的确诊 应该说这个驾驶人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经过查询车辆信息 民警了解到 死者名叫李明华 浙江省里水市靳云县胡镇人 从现场的情况分析 车辆坠落的时候 应该是车头朝下 撞击沟底之后 导致前大灯和前保险康脱落 据提前赶来的救援人员介绍 车火发生后 由于记者安全带 驾驶员仍然坐在座位上 人还坐在等驾驶座位上 没有动态 在现场勘察的过程中 有一个疑问 始终让办案民警感到困惑 坠落的高度并不高 车损情况也并不严重 况且司机还系着安全带 这种情况下 通常不会导致驾驶员当场死亡 此时死者的尸体已经运走 死亡原因只能等待尸检之后 才能够得出结论 与此同时 民警无意间发现了 一个奇怪的情况 四个轮子可以自由转动 这也就意味着 车辆坠落的时候 档位是处于空档位置 这种情况十分奇怪 一般来说 自动的轿车在行驶过程中 档位应该处于D档或S档 遇到突发情况 司机最直接的反应 是踩下绞杀 采取制动措施 而不会改变档位 这辆车发生事故的时候 处于空档位置 很有可能是通过溜射的方式 坠落山沟的 这让这起看似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 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感觉这个事故的话 好像没这么简单 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 让办案民警感到 这起交通事故的背后 很有可能隐藏着 一桩刑事案件 于是 靳云县公安局刑事侦查中心 正式借助调查 然而 案件侦破工作还没有展开 第二天 死者的妻子突然来到公安局 声称这起交通事故 其实是他们夫妻俩 早已计划好的自杀行为 说他们去相约自杀 是说他们两个人都有这个 说是晚上睡不好 都不会睡觉 说活得很痛苦 死者的妻子名叫吕凤英 据她介绍 由于他们夫妻二人 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 内心十分痛苦 于是决定一起结束生命 按照吕凤英的说法 两人经过商量 选择了驾车坠崖的方式 但是到达事故现场之后 丈夫李明华提出 让妻子先回去安顿好女儿 于是吕凤英下了车 目睹着自己的丈夫 独自驾车冲下了山路 像她说的 说是从路上 直接她自己老公车子开起来 很快的速度飞出去的 如此不同寻常的解释 让民警一时无法判断 但是现场勘察时 车辆底部所留下来的摩擦痕迹 似乎与吕凤英的说法并不一致 车辆底部 有那个摩擦的痕迹 就是反映出来的是 车子掉下去的时候 速度是很慢的 不是像她说的 是都很快的飞过去的 如果按照吕凤英的说法 那么就可以排除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是自杀 事故现场的诸多痕迹 又存在种种难以解释的疑点 如果不是车祸 也不是自杀 难道是谋杀吗 这种可能性的出现 顿时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监控视频 深陷神秘口罩男子 平常 不管是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口罩基本上是不会戴的 不易发现的液化器官 到底隐藏什么玄机 我们心里面是 怎么又多出个美器官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相约自杀之谜 根据吕峰英的讲述 民警查询了这辆车的行驶路线 10月13日22点01分 在一处峡口探头中 找到了这辆车经过式的视频 在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时驾驶车辆的是吕峰英本人 经过自袭的观察 民警在这段视频中 发现了一处不易察觉的细节 在后排有一个红色的物体 结合我们现场 这个死者是穿红色衣服 我们推断 后排红色的物体 就是那个死者 如果后排躺着的这个人 就是死者李明华 那么此时他究竟是已经死亡 还是处于不清醒的状态 为什么躺在后排呢 事故发生的时候 李明华是系着安全带 坐在驾驶位置 那么他是如何从后排 移到了驾驶位的呢 然而就在这一系列的疑问 尚未得出答案的时候 监控视频一个新的发现 再一次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车开到案发现场去的时候 后面始终有一辆摩托车跟着 后来就是我们扩大 扩大范围 扩大时间 发现后面这辆摩托车很可疑 一直跟着 每个监控探头下面都能发现 如果在几个监控探头中 都出现了这辆尾随的摩托车 很显然 这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情况 而驾驶人戴着口罩的异常行为 更加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平常不管是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口罩基本上是不会戴的 浙江省离水市晋云县 位于我国东南地区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在17度左右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 很少有出门戴口罩的习惯 这名可疑男子究竟是谁 和这起案件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随后发现了一段视频 似乎解开了这个疑团 凌晨一点钟 这辆摩托车再一次出现在了监控视频中 而这次摩托车的后面竟然带着一个人 根据身材特征辨认 这个人正是死者李明华的妻子吕凤英 按照吕凤英的供述 她是因为丈夫临时改变主意 让她回家照看女儿之后 才找了一辆车拉她回家 而实际情况是 这辆把她送回去的摩托车 早在释发之前就一直跟随着他们 当时我们看了这些视频之后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案件 而不是像她所说的 是相遇去自杀 那难得应该是在起的关键的作用 当民警仔细观察回程的这段监控 一个极其难以发现的物体引起了民警的高度注意 在这辆摩托车的前踏板上 竟然有一瓶液化器罐 我们发现这个煤气罐之后 心里面是 你怎么又多出个煤气罐 去煤气罐拿去干什么用的 在哪里用过的 液化器罐的出现 令案件更加扑朔迷离 这瓶液化器在这些案件中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民警立即调取了10月13日 吕凤英的行驶轨迹 发现晚上21点11分 他曾经骑着电动车 来到液化器站 买了一瓶液化器罐 那小店的老板说 这个女的过来说 比较着急说 家里还烧着饭 当时我们通过 现场走访调查 包括也对他们女儿 进行了评论 他女儿自己说 5点左右的时候吃过饭 那晚上呢 是没有再烧过饭了 吕凤英在吃过饭后 专程去买液化器罐 这一举动十分可疑 此时法医对李明华的 死因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所谓窒息死亡 是指人体在长时间缺氧的情况下 组织器官坏死 最终导致死亡 一氧化碳中毒 也是窒息死亡的一种情况 在死者没有体外损伤痕迹的情况下 死亡的原因自然和这瓶煤气罐 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关联性 在掌握了上述证据的情况下 靳云县公安局以涉嫌杀人罪 对吕凤英进行了刑事拘留 同时根据吕凤英的供述 远赴广西 对那名骑摩托车的男子实施抓捕 吕波 靳云县本地人 原本是一间加工厂的老板 但由于经营不善 导致工厂倒闭 并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外债 为了尽快还款 他结散了工厂 去广西打工 那么远在广西的他 与这起案件 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多年的婚姻 妻子为何如此绝情 我这样不是自私的 他所有事情都是为他自己做下 一时的贪婪 却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相约自杀之谜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两名嫌疑人如实供述了 事情的整个过程 至此 这起伪造交通事故 谋杀亲夫的刑事案件 终于水落石出 吕峰英和丈夫李明华 刚结婚时候 生活还很甜蜜 但自从女儿出生之后 这个家庭的美满 仿佛一夜之间破碎了 女儿五岁时 被诊断出了急性脑炎 需要大笔的医药费 由于重男轻女的原因 李明华向来对女儿十分冷淡 这次生病更是花费了不少积蓄 所以她告诉吕峰英说 不愿意再给女儿看病了 我老公就晚上想偷偷 把我女儿抱出去扔掉 我说哪怕是我自己欠债 我欠钱我要把女儿 只好 后来我就在外面借了十几万的债 我自己一个人还 丈夫对女儿的冷漠与无情 让吕峰英心灰意冷 心里想着不如离婚算了 可是这次丈夫李明华却说 离婚可以 但是要赔偿二十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我老公要向我要二十万钱 他说他马上离开 因为他没地方住 他要是离开这家了 没地方住 就在这时 老同学吕峰通过微信找到了他 希望能够借一点钱 之前吕峰英已经借给了他一万元钱 至今还没有还上 当再次借钱的时候 吕峰英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有没有办法联系到朋友 把我老公杀死 由于多年的积怨 吕峰英此时心里只剩下了这个想法 把丈夫杀了 自己和女儿就解脱了 于是他告诉老同学吕峰 他的丈夫有一份人生意外保险 若是帮忙把自己丈夫杀掉 制造成一起意外交通事故 这样就可以拿到保险公司的 一百万元赔偿金 他愿意支付一半的佣金 也就是五十万元的回报 我说我们死了 车子意外死完 能赔一百万 吕峰英在广西打工 当在微信上看到这个消息时 十分震惊 但当他想到 能够得到一大笔钱的时候 以后的生活 也许就不会这么辛苦 他的内心动摇了 始发前两天 吕峰从广西回到静云老家 而吕峰英也准备好了安眠药 十月十三日傍晚吃过饭后 他把安眠药和胃药 一起碾碎放在了水中 李明华也没有丝毫的怀疑 就喝了进去 当老公李明华昏睡过去后 吕峰英发短信 叫来同学吕峰 合伙把老公从楼上 拖到了车里 然后吕峰英又骑着电动车 去往液化器管店 买了一瓶液化器 之后就出现了监控中看到的一幕 两人来到了抛车地点 把李明华放在了驾驶座位上 系上安全带 打开煤气罐 等到李明华彻底没有了呼吸时 又把车子推到了山沟里 制造出交通意外的假象 此时事情终于真相大白 吕峰英 吕峰二人 涉嫌故意杀人罪 已被警方逮捕 该案件移交至检查机关 等待进一步审理 在吕峰英和吕峰的 这张微信聊天截图上 我们看到 吕峰讲出这样一段话 希望一切顺利 我不缺钱也不会干了 这句话的背后 我们可以想象到 吕峰其实很明白 这件事情的后果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 他还是选择了 向金钱妥协 我丈夫是自私的 他所有事情都是为他自己做下 他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 我怨恨他 怨恨他不尊重女儿 在这些案件中 当吕峰英没有能力 凭借自己解决多年矛盾的时候 若是能够冷静下来 通过居委会 复联等社会机构寻求帮助 或是诉讼离婚 利用法律的手段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也许悲剧就不会上演 在此平安365提醒你 当我们身处婚姻关系中 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 不应该暴力处理 需要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2017年12月3日 河南省三门峡市的一辆面包车 翻下公路 滚落到一个百米深的山沟里 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消防支队 免治大队的消防队员 到场后发现 车辆已经解体 驾驶员被甩出车内 躺在车旁的草丛中 消防队员将驾驶员救出后 立即送往医院 经诊断 他左侧肋骨骨折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了解 该车辆在2017年7月30日 就发生过事故 但驾驶员却在车辆 并未完成维修的情况下 强行将车开走 所以 当天才会在途径下坡时 刹车失灵发生意外 平安365提醒司机朋友 车辆上路之前 一定要确定各项性能正常 借务驾驶有安全隐患的车辆上路 以免发生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